不少新人选择在六个一的今天呢进行结婚 11月11号11点11分 巨型气球爆破 数百个承载祝福的气球缓缓升空 在众亲友的祝福和见证下 11对新人穿过拱门徐徐步入 气氛浪漫温馨 在律师的见证下 新人交换戒指签下结婚证书 向另一半许下一生的承诺 11对新人是一个不同的爱情故事 除了本地姻缘 也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情缘 这一对新郎是香港人 新娘来自台湾 五年的摇距爱情 选择在今天画上完美的句号 这个日子比较特别 好像大会说 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那我们选了今天 我飞过来她飞过去 我飞过来她飞过去 然后后来就是为了她来这边 然后后来就找到工作了 所以就待在这边 这位新娘来自重庆 两年前与香港的丈夫 在这里一见钟情 我太太她最喜欢就是爬山 她很喜欢那个空气啊 看看风景啊 然后就第一次来香港 就是两年前吧 我们就是来山顶爬山 今天香港共有 1017对新人结婚 是历年最多 澳亚卫视罗燕云汤警航 香港报道 对新人结婚的